小林依查 小学生们经常管校长先生叫做 小林依查 依查老爷子的秃头 这是因为校长先生的名字是小林宗作 而且他经常给大家讲排剧的事 他总是说其中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 叫做小林依查 所以小学生们把他们两个混在一起 就这么称呼先生了 在孩子们看来 不光是校长先生 连依查也像是自己的朋友了 校长先生非常喜欢依查的诗 他认为依查的诗句率真朴实 而且都源自于日常生活 当时排剧诗人可能有数十万之多 但在众多的诗人中 依查创造出了谁也无法模仿的 属于自己的诗歌世界 对于这位能够写出像孩子一样 纯真的诗句的人 校长先生非常尊重 非常敬仰 小林先生一有机会 就交给孩子们依查的诗句 孩子们都背诵过这么几句 瘦瘦的青蛙 切莫认输莫泄气 依查在这里 小小麻雀儿 快点躲开呀 快点藏 一匹大马冲来了 不要打他吧 苍蝇搓着手啊 也搓着脚 小林先生还急性做了曲子 大家一起唱道 快点过来呀 一起玩耍 乐开怀 没有妈妈的小麻雀 虽然学习排剧的时间 并没有正式的列入课程表中 但是 小林先生经常给孩子们讲解排剧 小豆豆做的第一首排剧是这样的 黑的野狗啊 先脱下你的军装 才可以到大陆去 虽然校长先生说过 只要把自己想说的话 诚实地写出来就行了 可是 小豆豆的这句话 实在称不上是排剧 不过 从这句话里 倒是可以看出 当时小豆豆关心的是什么 如果数一下阴结 小豆豆写的这句话 不是五七五的阴结 而成了五七七了 但小豆豆想 连依查先生的排剧 小小麻雀儿 快点躲开呀 快点藏 一匹大麻冲来了 也是五八七的阴结 那么 自己的排剧这样写 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每当去九品佛散步的时候 或者下雨天 孩子们不能出去玩 而集中在礼堂的时候 八学员的小林依查先生 就交给孩子们排剧 通过排剧 他还教孩子们思考人生 思考自然 而且 一查的排剧 的确很适合八学员呢 冰雪已消融 烂卖儿童嬉戏忙 奔跑小村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어렵